全球最大自贸区 这几天呢 很多假人们哪都在问 说这个RCEP是个什么东西啊 听上去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这玩意全称呢 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11月15号刚刚签署 简单的说呢 就是隔壁班班长转学了 我们这呢 同学结盟了 那么哪些同学呢 东盟有十个国家 加上中日韩 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大家呢 拉了一个群聊 这还不是一般的群聊啊 这覆盖了世界30%的人口 全球最大 这群公告里面就写着 以后呢 我们就是假人们了 大家有力出力 一起赚钱 而进入这个群的国家呢 以后互相进出口商品的时候啊 就可以相对自由做生意 降低关税 甚至免税 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呢 从新西兰免税进口了羊毛 然后呢 我们把羊毛整成面料 再免税出口给月老姐 他们呢 再由本地廉价工厂 做成服装 卖给日本韩国和世界各地 因为免税啊 所以成本就低 产品竞争力呢 那就更强 没拉群的人呢 想抄作业 那就不容易了 没错 就是大型自贸区建长呢 群里的同学们呢 都很高兴 那比如我们呢 作为最大的制造业国家 既降低了制造成本 又开拓了市场 比如东盟 而对老百姓来说呢 还可以期待一下 以后啊 这日韩产品 有可能会降价 但是啊 大家可能还不知道 这个RCEP啊 谈判了八年 你知道八年 我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吗 三十一轮 过程是曲折不说呀 而且在这之前 隔壁班其实已经有过一个 几乎一样的版本 那在08年的时候 隔壁班班长老美 也拉了一个群 叫TPP 其实呢 也是类似性 什么澳大利亚呀 新加坡呀 新西兰呢 都在群里 但是唯独不跟我们玩 不存想的 16年底 17年初 这新上任的老美大统领 就宣布 我转学了 我摊牌了 班长我不当了 群主我也不干了 这下原本跟着班长 混的那些同学们就震惊了 啊 我们还指望着 跟着你有肉吃呢 你说翻脸就翻脸 那我们怎么办呢 然而呢 东边不亮 西边亮 就像新西兰呢 新加坡这样的 原本在TPP里的同学 就看看 哎 这隔壁班 嗯 他们还有中国呢 于是乎呢 就加入了RCEP 澳大利亚也是啊 之前呢 我们减少从人那儿啊 进口棉花和煤炭之后 人整个人就崩溃了 这一次呢 coco缩缩发送了进群申请 就怕被无视 没想到通过了 但是激动的心 颤抖的时候 赶紧进群跟大家走啊 那为什么通过呢 因为啊 我们是老澳第一大贸易伙伴 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以及第二大的出口市场 那要说投铁的 也有啊 阿易 本来吧 这大家是邀请了人家阿易啊 加入群聊的 但是呢 他自己纠结半天 关键时刻呢 还是溜了 为啥啊 真心玩不起啊 虽然阿易的制造业 在全世界排名第六 实际上呢 大部分都是中小企业和家庭小作坊 技术水平差 生产效率低 品质看 新奇 主要靠堆人头 那之前呢 有关税顶着那儿 还好 自家产品被进口货给团灭啊 可别提国家了啊 一个义乌 说不定这人把人一波带走啊 去年澳大利亚和日本呢 还挽留一下 今年呢 估计人也烦了 就说 算了吧 啊 您自个儿去玩泥巴去吧 好不好 不过呢 日本还是给阿易啊 留了一个后门 没把话说死 只要你愿意守规矩啊 还可以随时过来 嗯 这什么情况啊 其实呢 阿易和阿日啊 一直私交不错 这个阿日啊 在今年之前 其实一直口气都不小啊 放出来的话都是 我和阿印是手拉手上厕所的关系 要进群 我们一起进 而接下来呢 看到今年这个样 再看自己的大哥老美又那个样 再想想明年还得开奥运会啊 这人头也不铁了 嘴也不硬了 就说了 阿印啊 我也不容易啊 哥哥我先加入一步啊 我们互道晚安 飘楼屏联系吧 不过呢 有一说一啊 日本加入群聊呢 有很多利好 尤其是咱们的纺织业 因为人家去年可是我国产业用纺织品 第三大出口国 就排在老美和越南后 而老美的媒体呢 也是如丧搞笔呀 哎呀 世界不等我们了呀 哈哈哈哈 我觉得吧 我们先安心抗议吧